慈悲是无量的中心点 我们中国老祖宗 在很久很久之前就看到了 五轮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父子有亲了 那个亲爱 佛家讲慈悲 慈悲就是亲爱 那为什么佛不用亲爱用慈悲 亲爱怕人家误会 产生亲情 情直那就不好了 那就迷了 慈悲 提示智慧 不迷 我们用个简单话说 他有爱没有欲 这就是慈悲 一般人这个爱跟欲混搭在一起 这就错了 纯爱没有欲 说白一点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爱里头有自私自利 这不叫慈悲 你看爱 它有占有 欲望 有控制的欲望 有支配的欲望 这就是要感谢对方 对方顺从你 你很快乐 不顺从 你就 成慧心起来了 这不是真爱 真爱 没有贪嗔吃满 这个要搞清楚 那么五轮里面讲的 情爱 没有余 没有占余 我叫你 en